你有沒有發現 國民黨是統神案件裡面 沒人出來罵統神一支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違員罵沒罵 有沒有人罵過 我們等一下看違員罵過 第一人 到此時此刻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蕭紀元不算國民黨 呂家愷也快不算 那統神的這一些言論是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是不是 這聽起來就沒人會急急罵 對啊 國民黨都沒人出來罵 那個楊智宇問的時候 我長在那邊說 這是民進黨的口水 對啊 口水 李彥秀也這樣說 像統神這些 說的這些 李彥秀也是網路任何口水 我都拒絕 所以我真的我真的懷疑 松山信義的選民 你就是咬他這味的就對了 我再問一遍 松山信義的選民 你們都支持許曉鑫 支持許曉鑫 支持統神 支持統神去支持黃紫礁 松山信義的選民 我再問你們一次 許曉鑫這種行為 你們都正同 你都沒人和一個人 靠電話去許曉鑫 這個部署說 我有道理喔 你不能這樣務喔 都沒有 一通電話都沒有 然後國民黨沒有任何一個立委 接到電話說 你們要出來罵統神 現在看起來都沒有喔 國民黨的支持者都支持統神喔 不然照著你來說 民意代表最嚴選民卡丁回來 對 你說張委員 靠張委員 張委員服務所說 不要出來罵統神喔 我先罵 不要打 我先罵 不要打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對這個 你說這個不關心有這個時事 可是這些女性的從政者 你多少要說幾句了吧 多少要說幾句 我今天看到一個人有說 他有罵黃子嬌 那個人叫王鋒威 罵黃子嬌OK 我們講是統神啊 對 統神這條 九陣沒有一個國民黨的感冒 這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一昌哥我回應一下 為什麼國民黨 等一下 委員我先問你 我先確定你的立場 我才知道我第二題要問什麼 第一題 如果 不是如果 如果啦 你明天見到朱立倫 你會怎麼建議朱立倫主席 A 像起家機一樣 跟統神切割劃清距離 B 不建議朱立倫做任何事情 你會怎麼做 沒有統神 這個事情價值很明確 當然是A 你會選A嘛對不對 好 那我認為你是正常人 我們就可以繼續對話 下個問題 我選B就到此為止 你選B我就嗆爆你 我就嗆爆你 因為我第二個問題才這個問題 你是國民黨 我也從國民黨出來的 我不會言這件事 可是為什麼國民黨現在整個大氛圍 瀰漫著 只要民進黨反對什麼事 國民黨就要同意什麼事 只要民進黨支持什麼事 國民黨就要反對什麼事 就是他沒有價值判斷 就是民進黨罵統神 所以我就一定要聽統神 這是個很奇怪的反應不是嗎 我先講一下回應一川哥 為什麼國民黨支持的沒有打電話進來 說我們要罵爆統神 國民黨支持的可能不認識統神是誰啦 太老太老 這個我們還是有一些 年紀偏少 太老了 但接下來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不確定李燕秀是不是在回應就是說這是民進黨的口水不在 但我要跟大家講不管是李燕秀委員 包含我們的發言人楊志宇 有一點點被許小欣給 給就是就是說 沒有沒有catch到許小欣真正的核心 你看許小欣他講的內容是怎麼樣 他沒有支持統神 他雖然他在講統神好話 但他的內容你看什麼什麼社會根本就不需認同幹嘛 老實講他在整個過程裡面他是什麼 他是鄉民 他的確在旁邊提供電話讓整個更熱鬧這樣子 那你能不能接受他的作法 我當然覺得他這樣做法讓他接受選民的檢驗 但他面對統神或面對黃子教信他很明確 他就說國民黨優先提法案 所以許小欣老實講 你看他內容他並沒有說統神是對還是錯 他其實是這樣的立場 不是他沒有說統神對還是錯 這就是他的問題 因為正常人都知道統神是錯的 當然當然 然後你還寫文章說 我們社會不需要認同統神思想 但統神並不犯法 我補充一下 我聽到委員這樣講 他說許小欣都沒有說 他說統神是好男人 對啊 統神這樣的言論如果是好男人 立場是什麼人 勝然 對 我想坦白的嘛 你可以接受那個什麼 什麼家裡不能有四個女兒 我如果說是他們爸爸我就要搬出去 我可能會有反應 又不能用 你可以這樣子嗎 我想坦白你可以這樣做嗎 你國民黨竟然沒有人挑出來 欺有此理 對啦 因為許小欣支持他 許小欣沒支持他才有鬼 電話都是他給他的 無證電話都給他的嘛 許小欣就是支持他嘛 可問題在這個地方 許小欣他可以這樣做 你們整個國民黨要陪葬在許小欣的身上嗎 對我覺得這是問題 就是小欣我覺得他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盤算 我都OK 可是國民黨是要重返執政的 國民黨選區不是只有崇山信義 國民黨的選區是有很多五五波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統神他並不是國民黨 他雖然國民黨上過一次課 對 講師 連統神都不敢切割 一點瓜葛都不敢 還被統神先切割 好直接的發文先切割 那既然他不是國民黨 那既然現在是一個民進黨無爭 他跟統神接爭議 許小欣跳進去當吃瓜民眾的時候 他並不是一個政黨對決的時候 那黨的立委已經打了放在體系 跳出來把它操作成一種藍綠 其實民眾是很怪的 譬如說跳出來講 民進黨在網路上這樣子 去操作政治對立 那還是要問到一句嘛 統神講差什麼未成年這樣子 誰可以接受 對啊 誰可以說 沒有我覺得統神說沒有錯 這個網路上自由言論 有人敢跳出來講這句話嗎 沒有嘛 那甚至說這句話講出來之後 他對於社會有沒有一個負面的教訓 當然是一個負面教材跟負面的形象嘛 所以這當然就是說 你說黨有沒有跳出來直接的說 我們不接受統治這個東西 好不講我們我也沒關係 但問題是當問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的價值是很明確的 我覺得不要把這種基本價值判斷 變成一個政治對立的功夫 我以為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請問許小新是酸民假酸民乙嗎 他不是耶 他是中國國民黨松山信義區 的區域立法委員耶 他是立法委員 他後面扛的是中國國民黨的扛棒啊 是 結果你們所有的人 國民黨的人這些政治 你們都點點對不對 我們譴責那個黃紫焦 但是統神說我都點點就對了 今天你說人家做政治操作 人家質疑的是 你怎麼叫這種人去你們國民黨演講 民進黨今天你們國民黨的人怎麼說 民進黨叫什麼人 統神如果民進黨有 剛剛叫他來演講對不對 民進黨沒有出來道歉 搞不好還被fire了 所以這是一個態度嘛 你們怎麼能夠沒有態度呢 你知道許小新犯了什麼錯誤 我問你 如果許小新沒有錯的話 他到現在還在說 統神是好男人 思想無罪 思想是無罪 但是思想不能出來 利用網路 然後要影響他所有的粉絲嘛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很多他的統神的粉絲 都是未成年耶 對 你怎麼可以影響呢 他的言論去影響到他嘛 他跟人類的道德尺度跟價值有關係嘛 對 那你國民黨這個時候 你怎麼站在那個地方呢 你讓所有的人 統神是因為支持黃子嬌 所以被蘇貞對不對 所以黃子嬌等於統神 統神等於許小新嘛 反過來就一樣嘛 那你許小新等於統神 統神等於你 許小新支持黃子嬌嗎 所以你不能跟我們講說 許小新只是酸民 他只是湊熱鬧 你如果是一般路人腳 我沒有意見 你今天是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而且最愛 最愛 那麼那邊想盡辦法 興風作浪的人 不是這個樣子嗎 是 所以呢 你今天許小新是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是國會議員啊 不是路人腳 國民黨必須要有一個態度出來嘛 不然你憑什麼當立法院第一次 這個事情為什麼會搞到好像 民進黨的在罵統神 國民黨的不歡迎 對 搞到好像說 那搞不清楚的說 民進黨現在每天在罵統神 所以我們國民黨要支持統神 就是這樣 民進黨反對國民黨要支持 他們就變吸反射了啊 這很奇怪 因為有些是有普世價值的嘛 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們真的 你們去回去問你們什麼 問什麼 問看看 問我統神說的才會 問你們有朋友 問看看 統神這麼說的話 你們都認同 國民黨都認同 國民黨的立委 議員 這些鄉頂長 管事長 你們都認同統神 就因為吳宗教統神完結 所以民進黨會去命統神 國民黨會都完全支持統神 這樣對 這事情不是這樣吧 所有人都認同 都認同 不 三